如何让爱犬学会敬礼 观众朋友 犬敬礼是一项非常夺眼球的表演科目 赢得的掌声也是最多 那怎么训练呢 第一步 手拿物品 如犬喜欢的食物或者玩具 与犬嬉戏 第二步 当犬对物品兴奋起来 也就是出现注意力集中 与人拼抢物品时 让犬侧面或正面坐下 第三步 人站在犬身后 用左腿抵住他的腰 右手拿物品 左手向后下方瞬间提拉薄圈 同时发出口令蹲 第四步 犬呈现蹲的状态时 稳住犬 开始时间不要长 两三秒钟 让他体会蹲着的感觉 然后右手立即抛物品给犬奖励 第一次成功后 重复 再来 但训练重复次数不要太多 另外 当训练进行一段时间后 犬有蹲意识 表现出欲蹲又不蹲 前爪抬一抬的状态时 使用机械刺激会帮助他 更快建立对蹲的条件反射 如左手握成拳头 用拳头背朝着犬的前胸快速一击 这一击力度要把握好 太重会让犬害怕 影响下面的训练步骤 甚至于受伤 太轻会让犬没有体会 刺激起不到作用 犬的蹲口令条件反射建立比较稳固后 我们可以试着逐渐延长蹲的时间 也就是进行蹲延缓的训练 蹲的手势为 右手抬起放于右腰处 手掌伸平 掌心向上 现在我们可以玩些花样了 比如侧面蹲 正面蹲 远距离指挥蹲 你看是不是很有趣呢 来吧 我们一起练习吧